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英国的四家顶尖酒店 他们在2024年的全球最佳酒店名单中名列前茅 三家更是位于伦敦,绝对是旅行者的梦幻选择 首先,我们将介绍历史悠久的克拉里奇酒店 它以其独特的英式风格和美食享誉盛名 紧接着是充满历史气息的拉福尔斯酒店 让人感受到过往的辉煌 而位于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酒店 则是高尔夫爱好者的天堂 完美融合自然风光与奢华度假体验 最后,我们也不会忘记康诺特酒店 它的艺术收藏和世界著名酒吧更是让人心动不已 这四家酒店几乎占据了欧洲最佳酒店名单的三分之一 英国的酒店夜可见一斑 想了解更多这些酒店的精彩细节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英国四家酒店登全球最佳酒店榜单 2024年的全球最佳酒店名单揭晓后 英国的酒店业界顿时成为焦点 四家英国酒店荣灯榜单 其中三家位于伦敦 展示了英国酒店业的卓越水准和独特魅力 《独立报》报导指出 这些酒店不仅提供奢华住宿 还蕴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每位入住的客人都能感受到独一无二的英伦风情 首先 位于伦敦梅菲尔区的克拉里奇酒店 Clarages 荣获第11名 这家五星级酒店自19世纪中叶开业以来 始终是伦敦酒店业的标志 接待过维多利亚女王 丘吉尔和奥黛利·赫本等名流 克拉里奇酒店以其英式古怪风格而著称 尤其是其艺术装饰风格的设计 让人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浓厚的英伦气息 2022年 酒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翻新 多间套房由不同设计师重新设计 每间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克拉里奇酒店不仅仅在住宿方面出色 其餐饮体验更是文明侠尔 酒店曾有戈登、拉姆奇和西蒙、罗根这样的名厨住店 特别是新开的克拉里奇餐厅 为酒店赢得了更多的赞誉 紧随其后的是位于伦敦的拉福尔斯酒店 Raffles London at the Oval 以第13名的成绩入围 并获得了最佳新进酒店奖 这家酒店坐落于一座二级保护的前老站办公室大楼 这座爱德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曾在战时被丘吉尔使用 酒店的内部设计灵感来自英国骑兵的红色制服 让人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光 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20间套房的命名也致敬于曾经在此工作的伟大官员 每位客人在此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 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酒店 Glenigos是名单中唯一的苏格兰酒店 排名第41 这家酒店以其三个高尔夫球场而著称 曾举办过来德杯等专业高尔夫赛事 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坐落于苏格兰南高地 成为奢华的乡村度假圣地 这里的自然风光与高尔夫的完美结合 吸引了无数高尔夫爱好者前来 最后 位于伦敦的康诺特酒店 The Cannot 以第46名的成绩入围 这家酒店与克拉里奇酒店同属一个酒店集团 因其精致的优雅和丰富的艺术收藏而著名 从达米恩·赫斯特到安藤忠雄的作品应有尽有 康诺特酒店的酒吧更是世界上排名最高的酒吧之一 以马丁尼推车闻名的康诺特酒吧 让客人可以亲眼目睹吊酒过程 享受定制的口味 这四家英国酒店几乎占据了欧洲最佳酒店名单的三分之一 显示出英国在全球酒店业中的重要地位 整个欧洲在名单中共获得了13个名额 而巴黎的雪瓦尔布朗酒店 Cheval Blanc Paris则以第四名的成绩成为欧洲酒店中的佼佼者 然而 2024年全球最佳酒店的桂冠 由曼谷的卡佩拉酒店 Cappella Bangkok 这显示出亚洲酒店业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想要体验英国的历史文化 还是寻求奢华的度假体验 这些酒店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让每一次的住宿都成为难忘的回忆 邻居的爱 韩剧中的生活与爱情 Netflix韩剧《邻居的爱》 自上线以来引发了广泛关注 由郑素敏和郑海人领衔主演 这部剧讲述了青梅竹马的朋友再次重逢后的爱情故事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部剧在尼尔森收视率上 获得了5.55%的不错成绩 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郑素敏饰演的白石柳是一名因工作疲惫 对即将到来的婚姻产生疑惑的女性 为了重新整理思绪 她回到了家乡 而郑海人饰演的崔成浩 则是正在全力建立自己的建筑公司 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回到了从前 但未解的情感让他们之间充满了张力 邻居的爱的故事设定似乎与去年的 《欢迎来到三达》里有些相似 都是讲述青梅竹马的朋友如何克服困难 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然而 这部剧并未止步于单纯的浪漫情节 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家庭关系 和母亲对孩子的牺牲与期望 白石柳回家时没有工作或未婚夫 因此她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 反而在第一集中大部分时间 都在躲避母亲纳美淑 朴治英氏 这种家庭矛盾在剧中屡见不鲜 当纳美淑的丈夫裴根植 赵瀚哲氏 坦白自己因被假YouTuber诈骗而产生的债务时 家庭中的张力再次升级 然而最大的冲突源于白石柳三年前 被诊断出胃癌并康复的真相被揭露 这些事件让纳美淑感到愤怒和暴力 但她的心并不在打击中 而是在随后的拥抱和眼泪中 邻居的爱的家庭元素 无疑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 然而 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她如此轻易地超越了主要的浪漫情节 作为一部有两位极受欢迎的 年轻明星主演的浪漫韩剧 郑海仁在剧中的表现却显得有些平淡 崔承昊这个角色冷漠但有才华 缺乏魅力和明确的定义 使观众难以投入其中 相较之下 次要的浪漫情节反而更具吸引力 崔承昊和白石柳的救护车朋友郑穆恩 精致恩氏 以及记者江丹昊 引致温氏之间的关系 基于勇气和相互信任 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剧情进入最后六集 主角们需要展现自我 掌控自己的浪漫剧情 否则将被剧情抛在身后 达登餐饮公司财报不如预期 达登餐饮公司 Darden Restaurants 在周四公布的季度财报显示 业绩不如市场预期 主要因为橄榄园 Olive Garden 及其高档餐厅的销售表现不佳 尽管如此 首席执行官瑞克卡德纳斯 Rick Cardenas 在声明中表示 对公司的长期发展 依然充满信心 根据CNBC的报道 卡德纳斯强调 所有品牌团队正在采取行动 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并不会因短期利益 而妥协公司的长期健康 这一声明反映了达登对未来发展的乐观态度 尽管财报不佳 达登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却上涨了约10% 这或许反映了市场对公司未来策略的认可 根据达登的报告 截止到8月25日的第一季度 公司每股收益为1.75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1.83美元 营收为27.6亿美元 低于预期的28亿美元 尽管如此 公司的净收入达到2.072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1.945亿美元有所增长 然而 铜电销售出现了1.1%的下滑 这让人担忧 7月份餐厅的客流量大幅下降 但随后有所改善 这或许与季节性因素有关 但也反映了消费者对外出就餐的态度变化 橄榄圆的铜电销售下降了2.9% 这引起了人们对该品牌是否能够重新吸引顾客的担忧 为了刺激销售 橄榄圆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 重新推出其无尽意大利面碗 Never Ending Pasta Bowl活动 达登的高档餐饮部门 包括Eddie Vee's和The Capital Grill 报告了6%的铜电销售下降 这让人担心高端市场的消费者是否因经济不确定性 而减少了外出就餐的频率 相比之下 Longhorn Stakers报告了3.7%的铜电销售增长 显示某些品牌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尽管面临挑战 达登依然重申了其全年预测 预计每股收益将在9.40美元至9.60美元之间 净销售额将达到118亿至119亿美元 这一预测显示出公司对未来的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2024年的全球最佳酒店名单中 英国有四家酒店熔灯榜单 其中三家位于伦敦 这些酒店提供奢华住宿体验 并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首先,位于伦敦梅菲尔区的克拉里奇酒店 Clarages以第11名的佳祭入围 这家五星级酒店自19世纪中叶开业以来 成为伦敦酒店界的标志 曾接待过维多利亚女王丘吉尔和奥黛利、赫本等名流 克拉里奇酒店以其英式古怪的风格文明 尤其是其艺术装饰风格的设计 在2022年的翻新工程中 酒店的多间套房由不同设计师重新设计 每间套房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除了豪华的住宿 克拉里奇酒店的美食也颇具盛名 曾经由著名厨师戈登、拉姆奇和西蒙、罗根住店 新开的克拉里奇餐厅 让酒店在排名中脱颖而出 紧随其后的是 位于伦敦的拉夫尔斯酒店 Rifles London at the Ovo 以第13名的成绩入围 并获得最佳新进酒店奖 这家酒店位于一座二级保护的前老站 办公室大楼内 这座爱德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 曾在战时被丘吉尔使用 拉夫尔斯酒店的内部设计灵感 来自于英国骑兵的红色制服 120间套房的命名 也致敬于曾在此工作的伟大官员 让客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 在苏格兰 格伦伊格尔斯酒店 Glenegos 是名单中唯一的苏格兰酒店 排名第41 这家酒店 以其三个高尔夫球场而闻名 曾举办过莱德杯等专业高尔夫赛事 坐落于苏格兰南高地 成为奢华的乡村度假圣地 这里的自然风光 与高尔夫的完美结合 吸引了无数高尔夫 爱好者前来 最后 位于伦敦的康诺特酒店 The Connut 以第46名的成绩入围 这家酒店与克拉里奇酒店 同属一个酒店集团 以其精致的优雅 和丰富的艺术收藏而闻名 包括达米恩 赫斯特 和安藤忠雄的作品 康诺特酒吧 更是世界上排名最高的酒吧之一 著名的康诺特酒吧 以其马丁尼推车而闻名 客人可以亲眼目睹吊酒过程 这四家英国酒店 几乎占据了欧洲最佳酒店名单的三分之一 显示出英国在全球酒店业中的重要地位 整个欧洲在名单中 共获得13个名额 而巴黎的雪瓦尔 布朗酒店 Cheval Blanc Paris 则以第四名的成绩 成为欧洲酒店中的佼佼者 不过 2024年全球最佳酒店的桂冠 则由曼谷的卡佩拉酒店 开拍了班户 斋德 这使得亚洲在全球最佳酒店名单中 占据最多的席位 显示出亚洲酒店业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想要体验英国的历史与文化 还是寻求奢华的度假体验 这些酒店都能满足需求 让每一次的住宿都成为难忘的回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来为大家支持这些英国酒店 被评选为世界最佳的观点 克拉里奇酒店 拉福尔斯酒店 格伦伊格尔斯酒店 和康诺特酒店 都是拥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地标 克拉里奇酒店接待过维多利亚女王 丘吉尔和奥黛利赫本 这些历史名流的光辉加持 让酒店不仅仅是住宿 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沉浸体验 哈 楚天书 你说的那些历史名流早都成了过去的尘埃 现在的旅行者 更在意的是性价比和现代便利设施 而不是住在丘吉尔曾经睡过的床上 伦敦的酒店价格高得吓人 住一晚能买多少碗拉面 你知道吗 再说了 酒店的奢华设施 还不是让投资人赚得盆满钵满 跟我们普通百姓有啥关系 谢奇奇 你这样说就有点肤浅了 这些酒店不仅仅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 它们是文化和品味的象征 克拉里奇酒店的艺术装饰风格 拉福尔斯酒店的英国奇兵制服灵感内部设计 这些都是现代设计师们所无法复制的经典之作 价值不在于高昂的房价 而在于那一份文化的传承和艺术的熏陶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那些讲艺术的教授在自说自话 谁会在意酒店房间里的艺术装饰 我看住酒店的时候 大多数人关心的是WiFi快不快 早餐好不好吃 床有没有脏 再说了 这些老酒店翻新一次就要花掉一大笔钱 这些钱最后还不是从我们这些消费者口袋里掏出来的 你真以为那些艺术装置是免费赠送的吗 谢奇奇 我承认现代人对酒店的要求确实多样化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些历史悠久的酒店保持敬意 比如 格伦伊格尔斯酒店的高尔夫球场曾举办过来得杯 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这些酒店不仅提供一流的住宿体验 还让客人有机会亲身体验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 楚天书 你的论点听起来真像那些高端酒店的广告词 今天的旅行者更喜欢探索新奇的地方 住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民宿 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些老牌酒店拼了命地想要抓住过去的荣光 但时代已经变了 就算是高尔夫爱好者 也未必愿意花大钱去住那么贵的酒店 现代人更倾向于花钱买体验 而不是买历史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的几个热门话题 让我们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一起来看看这些话题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首先 我们来谈谈英国的四家酒店被评选为世界最佳酒店之一的故事 这些酒店可不是普通的住宿地点 它们都是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地标 来到克拉里奇酒店 Cleridge S 你会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艺术装饰风格的博物馆 这里曾接待过维多利亚女王何奥黛利 贺本等名流 真的是星光熠熠 再说这家酒店的美食 也是让人垂涎三尺 曾有戈登拉姆奇和西蒙罗根等大厨的住店 你简直可以想象到那种奢华的用餐体验 接着是拉福尔斯酒店 Raffles London at the Owl 这家酒店位于一座历史悠久的战时办公大楼内 内部设计灵感来自英国骑兵的红色制服 让人一进门就仿佛穿越到了过去 这里的每一间套房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丘吉尔在这里指挥作战的气息 然后我们来到了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酒店 Glenegos 这家酒店绝对是高尔夫爱好者的天堂 有三个高尔夫球场 曾举办过来德杯等专业赛事 这里的自然风光美的让人窒息 和高尔夫的结合更是完美的无懈可及 最后是伦敦的康诺特酒店 The Connacht 这家酒店以其精致的优雅和丰富的艺术收藏而闻名 从达米恩、赫斯特到安藤忠雄的作品应有尽有 尤其是康诺特酒吧 以其马丁尼推车而闻名 让人能亲眼目睹吊酒过程 感受到吊酒师的精湛记忆 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话题 来聊聊Netflix的韩剧《邻居的爱》 这部剧由郑素敏和郑海仁主演 讲述了青梅竹马的朋友之间未解的情感和激情 剧情虽然有些老套 但其中涉及的家庭矛盾和母亲对孩子的牺牲 让人感同身受 特别是《纳美淑》、《普至英式》、《对女儿的爱》 让人既感到压抑又感动 这部剧虽然有些狗血 但正是这些家庭纠纷和情感冲突 让观众欲罢不能 然而 这部剧并未充分发挥主演郑海仁的魅力 他的角色崔陈浩有些冷漠和缺乏明确的定义 相比之下 次要角色的情感反而更具吸引力 随着剧情进入最后六集 主角们需要更多的展现自我 否则真的会被剧情抛在身后 最后 我们来谈谈谈达登餐饮公司的财报不如预期的消息 达登旗下的橄榄园和高档餐厅的销售表现不佳 让投资者感到失望 不过 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克 卡德纳斯表示 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依然充满信心 尽管财报不佳 但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却上涨了约10% 这可能反映了市场对公司未来的信心 达登的第一季度 业绩不佳 但公司仍然有盈利能力 橄榄园的铜电销售下降了2.9% 这让人担心这个品牌是否能够重新吸引顾客 为了刺激销售 橄榄园计划重新推出其无尽意大利面碗活动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顾客回流 尽管面临挑战 达登仍然重申了其全年预测 显示出公司对未来的信心 这一预测表明 达登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季度中改善业绩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 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 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 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